新品建賞會 各位新品百合作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hris 目前記者仍在2019年天梭表詣系列新品建賞會的現場 2019年天說 隸屬的Swatch集團 自從離開巴塞爾裝表展以後呢 其實各別品牌在 做區域性的發表活動上面 都做了更多的琢磨 因此天說在 可能在兩三個月之前 記者本人也有到 馬來西亞現場 已經看過這一批的新品了 不過今天就來帶大家 重新再看一次說 2019年到底天說 有什麼令人驚艷的商品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其實今年整體這樣起來的話 他們家跟他們過去的整個 產品線的分布差不多 像幾個運動代言啊 幾個古典款式啊 或者是像去年賣了很好的潛水表啊 這些都是持續有在發表 然後可能就是更新大改小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並沒有一個非常突破性 或者是非常話題性的一個 一個跳出來的一個結構性的舉動這樣子 那不過其實個別個別 雖然都照原來在走 可是我覺得 嗯...細部精彩的東西 還是蠻多的啦 像比如說 嗯... SISTAR的話就是說 去年潛水表嘛 潛水表今年的話 它小改 可是主要是在顏色 或者是一些 錶帶啊上面的東西的 改的不多 可是我覺得改的算是有亮點 像比如說 它今天可能換帆布袋 這個就蠻討喜的 又或者是說 它今天做出一個古銅色 其實我覺得說 那個顏色的話 其實一方面是現在很流行的顏色 而且其實東西本身真的是蠻好看的啦 這是一個 那... 當然就像今天大家討論話題最多的 可能還是它1973的復刻計時碼表啦 因為那顆的話 就是抓回了我們1970年代的時候 那種賽車計時碼表 那整個味道嘛 它裡頭就是比如說 像是它的鮑魚殼啊 它的熊貓麵啊 或是一些比如說橘針啊 或是黑針啊 這些細節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以復刻來講 做得蠻道地的 那那個價位的話 我覺得很微妙 因為算基站區 可是我覺得它東西本身 算是有競爭力的啦 只是變成說 你看它面臨一些挑戰就是了啦 其實就跟剛剛QO所提到的一樣 像2019年天梭在各個系列的新品上面 都有一些小改款 它或許沒有像 比如說像前兩年 Cistar1000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包括結構性 包括它的材質用料上面 有一個爆炸性的突破 不過這種小改款 在各個款式上面出現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 也象徵著說 這些產品 在銷售上面 有一定的很亮眼的成績 所以才在上面 做更多的延伸款式 給消費者更多不同的選擇 那麼總結來說的話 到2019年的天梭新品裡面 個人自己最喜歡 當然還是那一款 Heritage 1973的限量款 它包括它整型的表格 包括它所使用的機芯 包括它復刻的老味 其實都做得非常好 那麼提醒一下 它全球限量1973支 但是台灣目前 收到的消息是 台灣目前只會進貨12支 雖然單價有點高 不過我相信如果是 以收藏的目的來講的話 一定不能錯過 以上就是這次 靜表示會員帶來的營內容 盡情鎖定我們粉絲專頁 以及YouTube頻道 我們將帶來更多 更詳細的資訊 謝謝大家